在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声当中 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 在这个地方开始了 大家好 阳光美少男 刘北凡在这里 深圈奥后每一位在收集节目的朋友 今天要来一个奶爸 你知道吗 他把他自己定名叫做奶爸 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这位超级奶爸 感觉上是满脸也充满了 这种幸福洋溢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的名片设计的好棒 真的非常的设计的很棒 就是我觉得他一定很enjoy 他自己身为父亲的这个角色 所以你知道吗 各位身为机器我们的朋友 很多人都会发名片 我是不会把我的照片 放在名片上的了 因为有些人会把自己的照片 放在名片上 可是我觉得放自己的照片 在名片上不稀奇 把自己最爱的人跟自己 他把他的孩子抱在手里 这是你的孩子对不对 对 我大儿子 大儿子 对 那怎么看起来像女儿的感觉 我两个都是儿子 这样子 头发长 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是不是 对 好 所以你很enjoy自己的 这个奶爸的角色 所以他把他自己呢 在外面这个 授课的时候呢 或是 他的名片呢 就或者他的Facebook呢 等等都定名 他的名字叫呢 刘奶爸 大家好 对 我是刘奶爸 这是你给你自己取的一个艺名 对不对 对 简单的说就是艺名 对不对 对 那你的本名是 刘芳玉 刘芳玉 对 我以前 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呢 有一个评导老师啊 当我的节目的评导老师 当了20年 30年 对 叫李芳玉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真过不看到他了啦 那 奶爸来分享一下 这个刘爸爸来分享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把自己定名叫做奶爸呢 这个是因为我的第二个部落格开始定这个名字 叫我刘奶爸的网络创业私密日记 当时是因为我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 那我心里很惶恐 因为刚好我要创业要离职 可是刚好又第一个小孩出生 所以我就开始写部落格我的心情转折跟创业的过程 所以就把他取回流奶爸网络创业私密日记 这也非常的恐怖啊 就是说那个时候刚结婚没多久 对 然后呢 你要开始创业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老婆又生孩子了 对 然后你要把前面的工作给辞掉了 对 然后呢 如果创业 这个可能需要一些资金哦 对不对 或者就算是没有什么资金的投入 那用智慧来投入 那也可能没有薪水啊 对不对 那小孩的奶粉钱啊 那小孩的尿布钱啊 小孩的这个呢 小孩的那个 你当时没有想过吧 胆子不小啊你 我当初有想过 但是想说 我可不可以闯一下 但是那时候 银行户头也剩不到十万块钱 所以很紧张 可是我还是冲了 对 为什么这么敢呢 因为当时我发现 我可以用网络的方法来创业 那网络的方法 我就可以自己做网站 自己做行销 自己找客户 然后我不需要太多本钱 嗯 因为这样网站 其实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可以最省钱 尤其在那个 还没有部落格的年代 嗯 可是很恐怖的一点啊 就是 呃 当你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啊 可是你知道做生意啊 大部分前三个月啊 这个如果是属于 这个服务客户 或开发客户型的 这样的一种投资生意啊 嗯 那前三个月很多人讲说 爱的爱也是 投时间啊 或是投金钱下去啊 对不对 你就算是不投金钱下去 你要投时间下去啊 对不对啊 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方法 嗯 就是我在前一份工作 嗯 我其实是 服务性质的工作 就是我每 我去维修影印机 所以我一天必须要跑八个客户 嗯 那那时候就认识了一百多个客户 嗯 我就从那一百多个客户里面 一家一家拜访跟他们问说 你们有没有需要做网站 嗯 我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 嗯 那有很多客户还没有网站的 嗯 的那个年代 那我就接了大概三四个客户 他们决定要做网站 那我就想好 就这三四个客户开始 我就开始创业了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那前三个月我还有收入 哦 然后我才开始去找商品 这样子 对 所以呃 等于说是 虽然他和你前面所投入的工作 你并不是去挖老板的墙角 对对对对 没有关系的 也不是说呃 挖老板的客户 对 那虽然他是你前面老板的客户 对 但是你的服务的性质 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 呃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离职 的情况之下 老板比较不会complain 对对对对 而且我还帮他提供了附加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我告诉他说 你看你的客户 他们很希望我去拜访他们 嗯 因为我不仅是帮你保留 以前的这些客户关系 而且我还帮他们做网站 行销他们公司的知名度 嗯 那以前老板就不会觉得 我在抢他的客户 而且对他们来说 是有加分效果的 让他们保持更好的关系 这样子是 对所以呃 可是那个里面还是要有很大的勇气 对不对 对很紧张 很紧张 对最紧张的时候 呃是怎样 爸爸妈妈在后面有 有很多的钱等着烧吗 还是怎样 没有其实我爸妈都没有钱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是自己很紧张 然后不太敢跟爸妈讲太多实话 因为我怕他们也很紧张 哎你知道哦 呃对我来讲了 在我的人生最为难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走不过去的时候 我就说哦 我的天 主啊 主耶稣 这是这是我的信仰 对 呃你呢 呃其实我也是啊 他就会想要找你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廖先生 咱们大陆 跟你们台湾来比更乱了 对不对啊 他们讲 当然就是讲到我们前一段时间的 什么服貌那些问题了 他说 其实大陆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信仰 嗯 所以人是在那个没有跟的里面啊 那个是很恐怖的啊 那回到你的工作的话题 所以呃 当时你有很多的焦虑 你有很多的不安的情形 你必须要有个发书的一个方式 对 所以你就写在你自己的block里面 对对对 然后那个block的名称就做啊 牛奶爸的网络创业 私密日记 这样子 对对对 诶 这个也很困难耶 这个也是非常的困难 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那个时候 就一路做到现在 对对对 这样子啊 对 哦不简单哦 对那时候 呃 我也里面也写个创业故事 写了连续60篇 嗯 就是把我怎么样创业的过程 全部把它写在上面 让大家去参考 嗯 假设你今天想要自己出来创业的话 你第一步应该先什么 先怎么做 先找 没出书吗 哦 我没有出书 我就只是把它写在blog上面分享 嗯 对 应该找个出版社谈一谈吧 不错的 结束之后呢 廖哥帮你 看看有没有出版社有兴趣的啊 好啊 来看看这样的一本书啊 来做出来的感觉应该是不错的啊 应该是不错的啊 那呃 其实现在对你来讲就是你最最拿手的部分 嗯 你个人最拿手的部分啊 就是呃 做网路的 行销 行销 对 等于说是前一段时间是帮人家做网站 网站的价值 现在还有人做网站吗 还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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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公司已经有这个体会 他们一定要做嘛 所以大部分人之前做的网站现在变成要update要更新了 嗯 因为现在又有手机版啊又配的啊 嗯 这些不同的载体 嗯 所以旧的网站已经不堪使用 现在又一波要更新 嗯 甚至还有像微信手机版啊 这些东西的媒体 现在的媒体越来越多包含脸书啊 嗯 所以这些网路行销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 那中小企业他们就有点疲愈 本名必须去学习新的 嗯 所以还是还是有这么大的需求 可是我觉得蛮恐怖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人每天在那边赖来赖去啊 低头嘛 哎 我不要啦 我真的不要 因为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廖宇凡啊 你的Facebook是怎样乱成这样 没有更新 那我就跟他讲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因为哦 我电脑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对 你叫我去开个什么什么粉丝 什么部网 我我我我都不会你的 因为我我我就是不拿手电脑 但是我现在就是 可是人家也觉得我很奇葩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上过一天的课 从怎么样把电脑打开 怎么样来上word 怎么样来做poppoint 怎么样来写一个企划案 怎么样来抓图片 全部都是哎 这个怎么弄 然后把它记起来 哎 这个怎么弄 所以呃 有关于技术的面 我就很两光了 所以我发觉我的 那个Facebook里面 变成了大家这个 因为大家都觉得 我这边哇 怎么这么多人啊 哇就把我的那个Facebook 那边当做什么行销战了 你知道我把我去 广告战 我最近呢 要把那个Facebook呢 全线清除 所以呢今天请你来呢 待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 叫来跟你好好的节目 请教一下 好没问题 好了 那所以呢 呃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觉得很棒 真的就非常的棒哦 就是呃 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 不是社会 成为一个时代的一个新的行销的一个技术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呃所以呢呃 在一个演讲的场合里面 我看到也看到你自己的行销的介绍 你说四个小时可以完成行销网站架设 对对对 那四个小时网站架设好之后 你就可以用网路来做生意 那我看过我身边有一堆的朋友 用网路做生意 有的呢 想八百壮士一下 血流成河 没有错 有的累了跟半死跟我讲说 我我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不能不做 因为钱已经进来了 然后他说你知道我已经两天都没睡觉了 我说你当然啦 你一个家庭的工厂 你接这么大的单子 你不做到死为止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呢这里面的种种的危机 我相信我们的奶爸都看在眼里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待会在音乐之后 我们叫正立八景的回来 来谈谈怎么样来架设网站 怎么样来靠着网站来做生意 怎么样不要掉入那个网路做生意的陷阱当中 让自己死了半条命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待会来谈 好的 非常欢迎您继续回到阳光美少男 吊尾凡的会诗当中 今天呢在我的会诗里面 我为您邀请到这位网路创业的这位教导的达人 刘奶爸帅哥 给他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一下我们的访问 他是专门做有关于网路架设 有关于网路怎么样来做生意的 这样一个专业的经营教学的老师 这个奶爸来谈一下就是 如果现在廖伟帆 我现在要开始有一个幻想说 我这个鸡蛋不错哦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我要开始来做一点生意 那我又不想到卖到这个店头的市场里面去 那所以呢 我就希望用网路行销 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象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 我会建议先用最简单的方法 加一个不用钱的网站 对 那这个不用钱的网站呢 其实你架好之后 第二个就是 这个网站你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 去行销这个网站 那怎么样呢 这个网站让别人知道最快的一个方法 把你身上所有的名片 上面都有email 这些都是你交换过认识的 或者是在某些场合交换过的名片的朋友 那你就email给这些朋友 你的相关的专长 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认识你 这也是当初我们交换名片的目的嘛 对不对 只是说名片那么小一张 可以写所有的专长吗 嗯 不可能啊 所以你延伸出来的专长 你就是必须在网站上完整的呈现 不管靠图片 甚至影片的解说 把你的个人专长完整的呈现出来 让这些跟你曾经交换过名片的人 了解你的专长到底是什么 那他们一旦看到之后 就延伸出他们的需求的话 他们就会找你 因为你介绍的够详细 而且你有这个网站 假设他们的朋友有这个需要 而不只是他自己需求的话 他甚至可以转发 这个电子邮件给他的朋友 甚至是贴在脸书 把网址贴在脸书给他的朋友 分享给他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快速 拓展你自己的专长 让别人知道的一个方法 对 所以第一个就是 要先架设一个 比较不花钱的网站 对对对 然后这件事情做到了 等于说把自己的information都发出去了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以前做了很大的一个错误就对了 我大概百分之九十名片 我都把它清理掉 因为八百年不联络 那大概也就再见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容易就拿到一堆的名片 对对对 那可是呢 事实上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开发新的人 对 来到我们的媒体当中 接受我们的新的资讯的这样的一个传递 对 不是我们现实 而是网坡电台的无情 好吗 没有啦 没有啦 好啦 所以这一个部分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其实你就可以展开销售 因为你的网站上面要呈现给别人的就是你的专业形象 那第二个就是这些曾经交换过名片的人 或者是在网路上看到你的人对你其实并没有信任感 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在网路上发挥你的个人影响力 你的信任感 怎么样在网路上和客户建立信任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呃建立信任感当然很重要 可是呃那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网路上面 我把我写的跟跟一对话一样 那也很难啊 所以你就像你讲的 这个怎么样介绍自己 对 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有一个很大的技巧 就是说你自说自话好像自己在夸大自己的所有的专场 那没有人会相信你 嗯 你必须要有见证 嗯 什么叫见证呢 就是说你的你跟别人的合照 你去参加过什么场合跟别人的合照 那这个就是你跟别人在一起做过什么事情的见证 还有就是你卖出去的产品的客户如果愿意帮你背书 当然你可能给人家一点赠品啊或好处啊 让人家愿意帮你做这件事情 嗯嗯 那愿意来作证说你这个产品真的对他帮助了什么东西 对他有什么好处 好这个都是促进陌生人对你产生信任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样子啊 对 可是会不会就说台湾这些年啊 比方讲这个购物台一堆的见证啊 很多见证是假的 欸这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啊 我自己也在国务台fte yak 所以员 见证有的时候都必须要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威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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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公信力的 那这些见证,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嘛 你email 这些 information 出去的时候,你是先email 给谁 你拿到名片嘛,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朋友 这些名片上的人跟你的朋友,其实是见过你的人哦 见过你的人,这个就跟没见过你的人是不一样了 有见过你的人,他就会比较知道你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发现那些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有这些见过你的人,假设说有一千个 像廖哥一定有很多朋友,我说一千个绝对没问题 假设这一千个人他发现说,你这个专场刚好符合他的朋友的需求 他是不是让朋友知道这个讯息 那朋友不会怀疑啊 因为他们是朋友嘛,所以他们不会怀疑朋友讲的话 朋友跟朋友之间已经有信任感了 那朋友介绍出去说,廖哥这些专场刚好可以协助你 那这些就是你原本认识的人在衍生出去产生的客户群 所以这样子慢慢衍生出去 假设从一千个人衍生出来变成一千五百个甚至两千个 再慢慢延伸出去 这种是信任式的口碑行销 是占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他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信任是建立的 当然我还是觉得就说诚实在那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是建立信用感 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要让这些人知道你到底会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你的网站上呈现你的专业到底怎么呈现 好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国外有一个专门卖果汁机的影片 有很多人看过 他每次都把iPad或是iPhone新一代的3C商品手机或Pad直接丢到果汁机里面去 然后他就开始炸果汁 他其实他里面连水都没有放 他就把那个手机跟那个iPad直接把它搅烂掉 他用这个方法来取信于所有的观众说 你看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么材质这么棒 可以把这个iPhone整个这么坚固的东西搅烂掉 所以这种方式就是让人家知道说原来你们的专业度其实是真的存在的 iPhone没有派杀手去杀手吗 就代表他很不坚固 所以这个广告他最大影响力在哪边呢 就是大家一直在期待他的下支影片 也就是iPhone5新上市咯 那你这个果汁机广告什么时候会出现 大家很期待去看这个影片 就造成影片爆红果汁机卖得很好 所以他是有一个方法的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真的蛮有趣的一个方式 对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其实你在必须要梳定你的个人品牌 比如说你刚开始没有品牌 流奶爸是谁啊 流奶爸没有品牌啊 那你当初像我跟别人讲我的名字刘芳玉 刘芳玉90%的人以为我是女生 90%的人他们听到芳玉都以为我是女生 后来我写这个流奶爸创业日记之后 我讲流奶爸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女生嘛 对不对 那慢慢的呢 又好记 所以大家一听到流奶爸就跟网路创业联想在一起 所以你去网路上搜寻网路创业 你可能会在Google的时候会Google到我 可是毕竟你搜寻网路创业 这个关键字太多人想要抢这个关键字 甚至网路行销这个关键字太多人想要抢了 所以你搜寻网路行销不见得会找到我 可是你一旦搜寻流奶爸 我一定会在第一页 我一定会在第一页 那你从没有知名度 人家可能搜寻网路创业 到后来你慢慢有知名度 流奶爸这个比较好记嘛 所以你必须去创造一个名字 就是比如说廖哥廖伟凡 我们我们根本就 他已经是一个知名度一个品牌了 你跟我讲廖伟凡 我不会想到别人 我一定会想到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廖伟凡 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人家之后不会再去搜寻网路创业来找我 而是直接搜寻流奶爸 因为他可能已经听过了 那他想要找到我的各种资讯或教学管道的时候 他直接搜寻流奶爸 所以你就慢慢把这个个人品牌知名度慢慢打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他不可能一处可击啊 他一定是累积好几年 他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累积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一个个人形象的一个建立了 对对对对 那有的时候很惨啊 对不对 你花了三十年就像我 花了三十年建立一个还蛮美好的一个社会的形象 然后呢 当你不小心被一个朋友出卖的时候 第二天全台湾的报纸铺天盖地的都在说你卖尾药 结果你没有啊 然后报纸 你知道那些媒体跟你道歉啊 他登一个半板 他跟你道歉三十个字啊 没有人家看 你说我们会不会想去跳楼就算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对 所以那种感觉有时候也真的蛮感情蛮差的 对 可是但是我觉得啦 但是我觉得凡事走过呢 对 必留下横迹啦 对不对 所以建立个人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刚刚谈到了建立信任感 甚或强调自己的专业的项目 你自己的专业的能力 对 那让人家知道你到底能做一些什么东西 让人家很清楚看到 就是说我在你的这个blog 或是在你的网站当中 我很清楚了解你 原来流奶爸帅哥 他的最佳的专长就是帮忙架设商业blog 或者商业网站或什么 所以那个就是非常需要介绍 专业之外 对 用人来衬托你的专业的可信度 对 对不对 因为其实专业这个东西 你说 因为天外有人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这个是我的信念 就是你自己再怎么专业 你自己讲自己再怎么专业 毕竟还是有人比你更厉害 所以重点并不是你很专业 人家就一定会找你 不是你很专业人家就会找你 而是人家喜不喜欢你这个人 这是很大的重点 人家喜欢你这个人代表他信任你 那你就要达到他的 尽量达到他的要求 尽量去沟通 达到对方的要求 这个就是 譬如说我实际案例 有很多朋友说 我以前帮我做网站那个人不见了 所以现在要修改找不到人怎么办 这是最常碰到的问题 那假设你今天找一个人是你可以信赖的 他可以帮你做行销 或等等一些合作方面的事情 你就会感觉比较心安 不会说事情做到一半人就不见了 所以并不是说你专业最好最强 人家就一定会找你 因为大家其实都碰过类似的事情 可能有人半途而非就不见了 所以其实你只要树立你的专业形象之后 你还要给人家新能感 那人家才会找你 这是很根本的 对 也很现实了 对这很现实 对不对也很现实了 对 我看到你在你自己的所谓的行销的策略里面的一个上课的内容里面 谈到了一些比方讲 我们可以借着一些不同的方法 像古早年代 对 一个好的洗法精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马路上了 公车站了 你就会收到那个试用包 对不对 试用品 对 那现在网路我也看到 你只要这个寄什么问卷来了 我就送你试用品了 对 让你来 除了田表格对我加深印象之外 然后再用我的东西再加深印象 你可能就会买我的东西等等 对 这是可以有 这个等于说是 这个是一个形体 有形象的东西 有实质物品的东西 现在这个方法透过网路跟以前来比的话还是有效吗 依然有效 但只是说我们送的东西不一定要有形体 比如说我送的知识可能远高于你实际拿到的试用品 比如说你今天去买本书可能五六百块 可是我这个书如果是电子书呢 对你来讲一样是五六百块的价值 但是对我来说不用钱 当然刚开始我编写这本电子书是要成本没有错 那是时间成本劳力的成本 可是我如果送给一千个人一万个人 对我来说他并没有物流的成本 也没有印刷的成本 可是对你来说这个知识是你迫切需求的 假设说你今天健康状况有什么问题 你突然拿到一本电子书可以改善你的健康状况 你会如获至宝 可是对送出去的人来说 我只是让你去下载一个档案而已 所以对我来说对你很有价值 对客户很有价值 可是对送出去的人来讲 我是没有很大成本的没有关系 我可以尽量去送 可是我取得你的信任 我取得你的信任就是你对我专业度的信任 那接下来如果你看我我的电子书 你发现OK哦 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进一步找我的话 我来提供服务的话 那我就有收费的基础在了 你就会信任我 你就会想要付费了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还是可以这个方式来送东西的 我刚刚其实你已经回答我本来要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有形的东西是可以送的 我刚本来想问第二个问题 说无形的东西 你立刻将我一句论 这个问题就已经被你讲完了 所以 怪怪的哦 他有没有养小鬼 了解我心里所想的 好了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了 待会在音乐之后呢 听完了音乐我们回来 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好吧 好 嘿 我们的节目继续回到阳光妹烧男 吊宇凡的会客室当中 在我的会客室里面来的这位好朋友 是我们的牛奶爸帅哥 他是网络行销达人 也是架计划网站的这个网络建构达人 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接下我们的访问 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网络创业 你特别讲到就建立信任感 怎么样来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等等的 那其实这个除了这些之外 我相信还有很多 他是我们建构网站的时候呢 其他各位生育机器人的朋友们 可以学习的一些 我们请刘老师继续上课开始 好 那其实架设网站 有的人一开始会觉得说好困难 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建议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 你说四小时之内把一个网站架设好 到底要在什么地方架设 好 这边提供两个 一个叫weebly 叫weebly 这个是一个国外的网站 那他不需要很麻烦的步骤 你只要去申请一个账号密码 有点类似部落格一样 申请完账号密码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依照他拖拉式的方法 去建构一个网站 那其实网站的建构 其实很简单 你就拖拖拉拉的方法 很像在编辑word一样 那网站就做好了 而且他提供一个免费的网址 让你用 就跟部落格很像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Google的Blogger Google他有提供免费的部落格平台 叫BLOGGER Blogger 那这个Blogger也是 你只要有一个Gmail的账号 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Blogger 然后开始编辑你的网页 哦真的哦 对 所以我也可以吗 可以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 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 所以我不一定要做生意 我只是要做一个我个人的Blogger 也可以嘛 对对对对 OK 这是很方便的 那其实在网站上面 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网站 比如说我到后来 我不只是照片的呈现 那我还有自己的文案的撰写 这个都是本来具备的基础 但是后来还有一个就是 Youtube的产生 Youtube的影片 那上传影片 以前我们必须加一台影片伺服器 那很贵 而且频关很 频关再怎么大也不够用啊 可是有了Youtube这个平台之后 我们上传影片根本不用钱 而且播放的效果速度非常的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曝光媒体的管道啊 那我们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去之后 再把它签进去你自己的个人网站里面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个人网站做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呈现 不管你要照片文字这种传统方式的呈现 之外你还可以录影片 让自己更有可信度 因为有些照片可能会造假 会合成 可是影片基本上被人家合成的几率比较小一点 因为这个技术上的难度 那如果说你用最写实的方法好了 现在的iPhone手机或一般手机都可以录影嘛 对不对 直接录个影片直接上传上去Youtube 然后直接放你的网站里面 那真实度会非常高 所以它的信任感会加强的更快 哦 点以后就是尤其像我们在外面工作的 这个见到这个一般社会大众的人也多 对不对 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建立就更容易了 更容易哦 就更容易了 对不对 只不过我喜欢过一个比较单纯的生活 对对 我也是 我最近想要做两个不同的网站 两个 两个 那这两个 这就说不是两个不是两个网站 两个不同的区块 那在我的blog里面 我想要从今年的年终 就是六月份之后开始呢 对 我要固定的来写关于亲子教育的发展 很棒很棒 对 对不对 我喜欢这个 那我想要用料奶爸的名字 可是我想已经有牛奶爸了 这样就逊咖了 你知道吗 后来呢 我觉得还是继续沿用我的名字 叫做阳光美少男 料奶爸 料伟凡 对不对 料伟凡的俱乐部 对不对 很好很好 我觉得这个里面 当然了 我觉得好像听你这么一讲 就没有像以前我们一讲到 架网站搞得好像工程很大 费用很贵的感觉 不用不用 其实不用 没有 不过这样讲很怕被打 那这样写 写网站的公司 都没生意 不能这样讲 因为有些人可能需要架设的流量 要很大的 他可能就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 对 有不同方案 有不同的方案 对不对 像流量要很大 就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个节目 他可能需要架一个网站 你可能需要听众 观众可能互动进来的 那你一般的网站 大概就挂掉了 对 办不到 应该讲说 我在这边先诚信一下 没有错 假设你今天的功能要求非常的多 比如说你是卖书的书店 你说我想要像一个卖书的商城 那你说用部落格来做吗 它其实是有困难的 那部落格能做的事情 就是PO文章嘛 像我刚讲的那些媒体你都可以PO上去 但是你要做到什么购物车 线上下单什么的 那些功能 当然你还是要委托 比较专业的工程师 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才可以 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 那是当然 对 这是有不同的区隔 只是说我们个人如果说 可以 假设我站在个人创业的角度 像我当初这样子创业的话 个人创业的角度 你没有那么多的资金的时候 你怎么办 当然你就是从个人部落格开始做 当然你可以把个人部落格 做很像公司的网站 那也是可以的 只是美工上面编排不一样而已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这是OK的 这样子是 对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网路创业的 刚好我们已经谈了一部分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现在既然架设 那如果我们各位生育机器朋友 你有这方面的需要 甚至我们想得到更专业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也很难在节目当中 一一的把这个很专业的部分 讲给你听了 可能其他听众朋友都已经睡去 所以你有这方面的需要 上一个入口网站 打流奶爸三个字 有关于网路架设 网路行销 你只要打流奶爸 对不对 对 刘备的刘 这个超级奶爸的奶爸 对不对 对 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在网路创业里面 我们刚刚谈到了如何做一个见证 如何树立品牌 如何建立信任感 还有没有在这个部分 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好这个刚刚讲的是网站就是你个人媒体的行程吗 那再来就是说你去曝光这个媒体的管道有哪些 这个管道其实有很多 以目前来讲的话 像脸书 目前是最多人 台湾 以台湾来讲最多人使用这脸书吗 你只要把你的 比如说你的网页可能有十几二十页 你今天想要特别强调哪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只要点那一个页面 把那个页面的整串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贴在这个脸书的涂鸦墙上面 那这个脸书很聪明 它会自动去抓你那一个网页里面的某些照片 那你可以选一张照片 然后就直接贴在脸书上面 那你脸书上面的很多朋友就会看到 而且他们只要一点就直接连接到你那一个网页去 看比较detail的详细的资料 这就是一个曝光的管道 那当然除了脸书之外还有很多 尤其是现在还有Line Line也可以贴啊 因为有很多人手机是不是可以上网了 以前可能不行 现在可以了 甚至还有微信 微信你也可以贴啊 好像以前还有Poolown 以前也会去贴Poolown 所以其实网站只是一个你的家 我会把它形容成你的家 你里面所有的专业跟你的案件 见证全部放在里头 它是一个集合点 你要把所有的人潮都引过去 然后你在里面去发挥 你里面 譬如说你要送的赠品 你会放在那个网站里面 那你要收集的客户资料 他们填的表单 你要放在你自己的网站里面 那其他所有的那些媒体 脸书那些媒体 社群网站那些媒体 全部都把它当成你的曝光管道 对 也怪不得我的这个Facebook 已经变成了 都是你们交出来的了 害我Facebook里面 简直又变成一个购物台的 这个发表原地 把我气得半死 没有啊 其实它有个开关 你把它关掉人家 就没办法贴了 所以我根本不懂 怎么弄购物台 弄不了 不是我是不在乎贴了 但是我在乎就是说 至少你贴进来 我要懂得怎么样 把Cancer掉了 不要压在里面很多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请刘奶爸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人家上我们的节目是要给十万 我们才请的 所以你待会的要算你 算你交我的费用就算抵十万了 好不好 开玩笑 开玩笑 有什么期待会的 別人 包含你任何的政黨色彩 或者是宗教的不同 還有你看不慣別人的言行 這些東西其實跟你自己要做生意的當下 訴求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不要把那些東西 寫在你自己想要經營的網站上面 像我發現最近的福茂的議題鬧得很大 可是有些人他經營的粉絲專業 可能是專門在教學 譬如說好教英文好了 或者是教某一方面的專長好了 結果他的粉絲可能有幾萬人 甚至幾十萬人 那他運用這個他的自媒體 算是他自己讀的媒體 結果他去公然發表一些跟政治相關的議題 那會模糊掉你的焦點 譬如說我本來是想來學英文的 結果我今天跑到你的粉絲團來 你都在講那個你反對 或者是你贊成福茂等等的議題 那我看了我會覺得 我當初的那個初衷 你的那個初衷 教英文的初衷不見了 因為你利用你好幾萬人的粉絲 你去做政治方面的議題 那我 就不對了對不對 對就不對了 假設你 對假設你真的要做 OK那你在上面開個版面 告訴朋友說 如果你們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 你點這邊 我們另外開個版面去討論 不要在你已經在教英文的這個版面 直接寫這個議題在上面 嗯 那這樣你的客戶會覺得很奇怪啊 生活你可能覺得我 我希望能夠藉著這樣來影響大家 對不對 所以那個不好 那如果比方講 我可能在做 我沒有任何的經營 嗯 對不對我沒有任何的經營 或是說我在做任何的經營都沒有關係 對 比方我在賣蛋糕 對 可是我覺得 呃如果你 你講了很多的蛋糕方面知識 對 但是有關於公共 正反討論的話題 對 是最好不要鋪在上面 對不對 你可能另外開一個窗口 對不對 四窗來做 對 那那比方講 我們做一些愛的傳遞呢 比方我今天看到一個老人 對 那我覺得怎麼樣 那學會要關心父母 那這個就 其實有時候會給自己加分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嗯 非常好 因為只要是對人類有幫助的事情 嗯 在你運用自己的 因為你自己的媒體來 對這些事情做關懷 然後讓它有影響力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也不要在那個網站上面 那種很自吹自擂 誇大啦 那個也是讓人家很很不爽的 對不對 對 那個專業 我剛 我剛講的那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這個大家應該都 都應該有這個體會才對 嗯 那你講說我是世界最厲害的 還是我是亞洲最強的 嗯 那假設你的同業聽到的話 你覺得同業會有什麼感覺 嗯 一個字啦 所以其實我們在網路上 或者是你在日常生活上 我們就已經不喜歡你太過自大了 因為你講這種話 人家聽起來不舒服 對 那其實我們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是以合作為前提 嗯 同業跟同業之間甚至都要開始合作了 嗯 我們有很多人開始講打群架的時代嘛 嗯 就是同業跟同業其實可以 可以合作的 嗯 那你如果說一味的講自己是最強的 那你感覺好像把其他同業都比試在外 都擺在這個腳底下在看的感覺 對那 那你你站在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別人會有一種不被尊重的感覺 是是 最重要的還是你要保持謙卑 尤其是你今天在網路上知名度越大 你越要謙卑 嗯 我覺得不只是在網路上 應該是做人做事的態度上面 本來就是 本來就應該要謙卑的 對本來就應該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像你在你的網站上面的發表 有的時候吃點虧也就吃點虧吧 對不對 對對對 雖然我們聽好像吃虧就是占便宜 好像覺得怪怪的 但是我真覺得 真的有的時候呢 我們真的吃點虧 然後呢 搞不好後面還真可以占到一些 比較大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機會 我們不要說便宜 對不對 對對對 我覺得機會這個事情很奇妙 像我今天會到廖哥的節目來 我也是很很訝異 為什麼要很訝異一點 我說奇怪 怎麼有一個訊息說 因為要上廣播節目 我說 喔好好的 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這是一個很好的曝光管道啊 我們做網路行銷不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 我們講講坦白話 我們現在做網路行銷 我們並沒有一些電視媒體的資源 我們沒有辦法去上電視 因為上電視也是很棒的行銷管道嘛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網路上做 我們沒有這個機會去上電視 可是上廣播 這個對我來說也是很難能可貴的機會喔 那他為什麼會自己找上我咧 不是我自己去強求的 這就是機會的來源嘛 我們只要在網路上梳理好你的個人品牌 然後去傳達好的理念 正向的理念的話 那人家看到的時候覺得 欸你的專業可以來分享 那自然這個幾乎就跑來了 這是一個很奇妙 我覺得這是一個善的循環啊 真的 真的我相信是這樣的喔 對 所以呢你看到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一個網路創業的生意的時候呢 我覺得流奶爸非常的特別的就是 他還是把一個對人的善良 對人的那種所謂的不計較啊 對人的那種所謂的誠實等等啊 還是首先先放在這個所謂他的教導裡面去啊 那呃我想如果各位生意機器們的朋友 你真的想要在網路的行銷這個方面有更多的學習 或是建立個人的網站有更多的學習啊 那我想這個流奶爸他個人的這樣的block啊 他的這個網站啊都是開放的 大家可以隨時上去可以跟他交換意見 甚或呢可以請他來給你做一些協助 對不對哈 你只要在任何的block 任何一個入口網站 你只要打上流奶爸三個字 劉備的劉 那超級奶爸的奶爸 劉奶爸三個字啊 您就可以搜尋到他了 那今天呢我想我們由於時間的關係呢 我們節目的時間呢 到這個地方我們也只想要告個段落 我要非常謝謝劉老師 給他到我們節目當中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了 謝謝廖哥 有機會我們下次再找這個機會 我們再慢慢再聊好不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劉逸神 今天我的端獎是 是那個找不到時候 先不幫忙找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找到了 然後就跟電話說謝謝 哈哈 這個是怎麼可以找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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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找到就可以玩了 然後 然後 媽媽 媽媽